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后只好求助于马里奥博士 经过前生回溯催眠后 博士发现他的前世竟然是一只海豚 这个男人在回溯催眠中 艺术自己前生是一条海豚 而且是海豚群中最聪明的一条雄性海豚 有一次 他感觉到一群虎精正游向他们 他立即尝试警告同伴 但同伴们被眼前的食物所吸引 对其警告置之不理 他只好自己离群避难 结果 一群饥饿凶猛的虎精 将那群海豚全部吃掉了 只剩下他在该海域中孤独无伴的度过一生 因此 这个男人在今生中有一种潜在的强烈恐惧感 他害怕孤独 一直希望有一大群人在他身边 马里奥从他的前生经历中 发掘他现今生活问题的癥结所在 他非常渴望有个伴侣 有一位十分爱马的女子 曾求助于马里奥博士 他是一名医生 收入丰厚 但往往入不敷出 因为他爱马若狂 经常花费巨资购买马匹 他曾先后求助于数位心理医生 都不能解决他的问题 最后 经马里奥博士用前生艺术催眠法诊治后 才知道问题所在 原来 他前生是一匹名叫珍娜蒂的赛马 调查证实 上世纪二十年代 珍娜蒂在美国南方各州出赛 颇有名气 马里奥博士的另一个有趣个案是 有一名男子的前生竟然是一条蟒蛇 当他一束前世时 他甚至做出蟒蛇的爬行动作 这名男子回忆自己前生是一条蟒蛇 有一天正盘坐一团晒太阳时 突然火山爆发 使他瞬间滚落山下 被土石活埋了 在另一个案例中 一名三十多岁的女秘书 译起自己的前生是一只会站着走路的雄性灰雄 他生动地形容了他的前生 如何从一只枯死的树干内 剪出里面的昆虫来进食 有一名少年则描述自己前世是一头黑豹 他清楚地描述了自己身为一只黑豹时自由自在的感受 他说自己比森林中其他动物优胜 像万兽之王一般 一个老妇在催眠之下 说出他前生是一只老虎 这只老虎十分凶猛 曾杀死五千多只动物 但最后被猎人所杀 据马里奥博士声称 他多年前便发现有动物转生为人的个案 但一直未发表 后来 这类型的个案增加了 而且经过严格的调查 发现这些个案可信度极高 所以他才整理发表 西刚博士也是研究轮回学的著名学者 他认为 轮回转世不仅仅是地球上的生命现象 在其他星球上也存在 宇宙中适合生物生长的星球有很多 但是在银河系中 就有千百个适合生物生存的星球 西刚博士认为 人死后便成为宇宙生命的一部分 可以到处飞行 亦有进入宇宙生物脑的可能性 同样的 动物或其他宇宙生物 亦有可能进入婴儿的胚体 轮回成为人类 当然 宇宙中一定有一个严格的法则 来控制一切轮回活动 这方面佛家有十分详细的研究 多年前 世界上已有很多科学家 开始研究那些描写轮回的佛学书籍 并发现佛书上的许多记载 与近年来的多项科学研究结果相吻合 由此可见 轮回转世可能是宇宙中真实存在的规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